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奥斯丁 在周三11月25号,美股壁市时纳斯达克指数是自9月份以来终于又再一次创了新高点 周三的涨幅并不大,只涨了0.48%,而且交易量也没有很大 股价若想要继续冲高的话,还得要看看周五和下周一能不能够在支撑线上站稳几天 以免出现假突破 标普500指数是微微跌了0.16%,而道琼指数也在股价第一次突破历史性的3万点后,回调了0.58% 之前川普在称赞道指达到历史性的一刻时,他似乎是表现出了非常感慨的心情 川普这一次不能成功连任美国总统,有很大的程度是在于他这一次防疫的失策 虽然川普在防疫的表现是非常的糟糕 然后在外交方面也是让美国渐渐褪色 但是他对美股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大的 在2021年即将到来,少了川普的美股究竟该如何布局呢? 在过后的视频我也会跟大家聊一聊我的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股市里最新的一个插播新闻 在港尔街前夕,华尔街是传来了一则大资金的收购案 根据知情人士指出,Salesforce最近正在商讨着收购另一家SaaS公司 也就是最近股市里颇有名气的Slack Technologies 目前得到的消息只是传言,还没有得到两家公司的证实 但是如果这笔收购案成功达成的话 这也将会为Salesforce开启另一条通道 标志着Salesforce正式向办公通信领域迈出成功的一大步 在消息传开后,Slack的股票在美股开盘前是暴涨了接近25% 开盘后股价是持续上涨至37.5% 这波涨幅是不输电车山啥的 如果之前有跟着美女股神不去Slack的看观 我相信现在你也会有非常好的收益 而且也很纠结,要不要现在马上清空Slack的股票 目前Slack的美股交易价格为40.7美元 估值约为230亿美元 这加在去年非常著名的前独角兽公司 在今年3月份美股大跌的时候 是曾经跌至美股15.1美元 但是在疫情的帮助下 股价从3月份到现在一共是涨了接近150% 表现也算是不错的 相反的,Salesforce的股价却在这个消息传出来后 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在美股开盘前 股价是下跌了大约3.5% 而在美股开盘后 股价更是继续下挫 盘中还一度下跌至5.5% 股价的波动就表面而言 是说明了投资者对公司想要收购Slack的想法 是有点顾虑的 也或许是担心公司的股价 将会在这个收购案完成后 出现打折的情况 毕竟每次收购公司的时候 都会出现溢价的风险 对于为什么Salesforce这样一家如此大型的软件公司 会想要收购Slack的详细原因 目前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市场的解读有好几种的可能性 第一,Salesforce的股价下跌并没有十分的激烈 所以传言是不是真的 很多投资者其实也还在观望中 第二,如果传言是真的 那公司会以多少的价格来收购Slack 价格合不合理或者值不值得 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这肯定不便宜 Slack的股价会应声大涨的原因是因为 目前还没有确定传言的真实性 而往往有传闻公司将会被收购的那一方 都会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 从而引起投资者盲目的跟风追高 还有,Salesforce会不会和之前的AMD一样 以股票代替现金等等的方式来收购都是未知的 Salesforce想要收购Slack的原因 有可能是想要通过收购Slack来加强自家产品的粘性 我们知道Slack的主要产品是想要代替邮件 成为以后办公室用于交流的工具 而Slack的产品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微软的Microsoft Teams Salesforce和Slack这两家企业就有着相同的敌人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句话有可能就是为什么Salesforce想要收购Slack的其中一个原因 Slack的产品与Salesforce能够在不影响皮脂的情况下 同时销售到皮脂的客户群中 这很有可能可以释放专方的增长 造成Salesforce和Slack双赢的局面 例如Slack在快速成长的初创公司内部 是拥有非常广泛的市场份额 而Salesforce的产品则栖息在许多大企业中 二者的结合就能够大小通吃 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 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让市场的其他竞争对手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不是Salesforce第一次收购企业了 在之前2016年的时候 Salesforce就曾经以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Cube 这帮助他在未来的今天提供了一种文档共享和协作的方式 帮助公司继续增加企业务对使用者的粘性 而Salesforce Charter却是目前公司武器库中唯一的一个社交工具 如果收购Sales后 这就将有希望为Salesforce这个SaaS的龙头大哥 提供一个坚实的企业交流工具 并可能在客户和工具之间产生许多协同的作用 且再度增加客户对他们业务的粘性 星座研究的分析师Hogan-Muller也表示 Salesforce的收购有很大的机会将为Salesforce带来更多的粘性收入 这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产品 来保持公司的收入不断的往上发展 Muller强调 Salesforce可能是加强Salesforce平台的不错选择 但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提升Salesforce的产品使用率和粘性 他补充说这也将是其中一种方法能够使得两家公司同时面对微软的威胁 之前Sales的产品在刚上市的时候是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可是最近的几个季度是受到了微软的严厉炮火攻击 而护城和不顾微软强大的Sales也在渐渐失去当初的光环 Microsoft Teams的用户量跟Select用户量的距离也在逐渐的被拉大 除了挑战Select成功 Teams也持续挑战Zoom的视频功能 并且在最近的几个季度中 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取得了巨大的客户增长 而这次的传言可以看到对微软的股价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毕竟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而且两家企业也没有透露相关的布局 所以目前还不会对微软造成什么巨大的威胁 另外Select的产品并不仅仅是用于聊天或交流 它还非常适合用于Sears Frost的其他产品系列里 其中包含了他们的销售、服务、市场营销等一系列产品 这可以使得公司能够在Sears Frost生态系统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完美的交流 从而达到四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这也只是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解释 要得到答案的话 也只有等待这两家企业真正结合起来了才能确定 在华尔街历史的收购案当中 以IBM在2019年以340亿美元收购著名的软件公司Red Hat稳居帮手 微软在2016年以270亿美元收购了当时候如日中天的Linkedin排名第二 而脸书在201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了当时最大的聊天软件WhatsApp排名第三 如果这次Sears Frost真的能够收购Select的话 也有望打破新的收购记录 最后Sears Frost当年收购MuSoft的时候 在签署确定协议时的溢价是已经超过了36% 但是在提前一个月Mu的股价是已经跳空涨了一波 现在Select的收购只是个传言 是否会发生究竟又有多少概率可言 溢价又将会是多少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完视频后不知道各位看官对于Sears Frost 是否会收购Select这项消息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看法哦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加分享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